呃 这药是徐大夫新开的 是啊 李大夫的药喝完了 云香 哎 等一下 天宇哥 你帮我看一下药 我娘叫我 好 好 云香 怎么了 娘 娘 就是方天宇下的药 就是他下的忘忧草 你不会看错吧 我没看错 是我亲眼看到的 爹 这么说 他已经知道了 娘 我们赶紧收拾东西 赶快离开这儿 云香 云香 天宇哥 您怎么来了 这药已经煎好了 我怕你自己忙不过来 就把它盛出来端过来了 真是麻烦你了 天宇哥 没事 我来喂他吧 不用了 我想等药凉一点 再自己喂他 那好吧 我有事先出去 对了 这药一定要喝 嗯 我们今天晚上就走 好 您看怎么样 好啊 就这样 好啊 好啊 林香 你们这是干什么 天宇哥 我们在这儿 打扰了这么久 不好意思 所以准备搬走了 那你们也不能这样 不辞而别吧 嗯 我们是准备到我娘的一个远房亲戚那儿住一段时间 想到了以后再告诉你怕你挽留 我 允香 你不会说谎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的 我没说谎 允香 你不说明白的话 我是不会让你们走的 够了 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心里清楚 允香我们走 等等 啊 我做什么了 你在他爹的药里放忘忧草 你想害他 早上允香都看见了 好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那你们也应该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吧 韩人 在 把他们三个抓起来 走 走 干什么 放开我们 走 你们要干什么 走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放我出去 方天宇 你放我出去 我不许你欺负我爹娘 放我出去 放心吧 我会好好伺候你爹娘的 不过至于怎么伺候 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 方天宇 你混蛋 你放过我爹娘 爹娘 云香你别拍了 你拍伤手我会心疼的 我不要你心疼 云香 我不会放你走的 我会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 永远在我身边 一步都不离开 你做梦 云香 我对你真心真意 你却无动于衷 以前小时候 老天从我身边夺走了太多东西 不过现在好了 他开眼了 他一样一样慢慢地还给我 你就是他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你做了那么多坏事 老天爷都会看在眼里 你会遭报应的 你是个伪君子 你是秦少 秦少 云香 难道你爹娘害死我爹娘 他们不应该遭到报应吗 我会让他们把欠我的都还给我 可是云香你不一样 我爱你 我喜欢你 他们做的坏事跟你无关 我会好好对你的 真的云香 云香 别哭了 世界上有一个像我这么爱你的人 你应该高兴才对 现在文良玉已经不在了 我不否认是我设计害了他 可这只能怪他自己笨 现在没人能跟我争了 你是属于我的 属于我 一个人的 过两天 我们要结婚了 我答应你 云香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就是死 也不会嫁给你的 好啊 云香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那你爹娘就 你要对我爹娘怎么样 再走 走 方天宇 方天宇 你放我出去 你放我出去 我的新娘怎么这么着急啊 急着跟我结婚吗 来人呢 给她换上新衣服 看看合不合身 进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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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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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吧 新娘子 你先穿上吧 我不穿 穿上 我不穿 我不会穿的 这下你满意了吧 云香 你在考验我的耐性是吧 耐性是有限度的 给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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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爹 娘 娘 娘 我 你 爹 你 instance 我 大便 你 你 知道他 与世 你 你 杀 你 先 爹 你 我 我 给他们当故宫 最后我娘 这都是因为你 这都是你们俩害的 我十三岁就没了爹娘 你们倒好 整天在王府里吃着山珍海味 我呢 常常在街边 和一群野狗争食 为什么 我忍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今天 今天我要让你尝尝 这种受罪的滋味 不要 方天宇不要 不要 不要打呀 不要打 不要 不要 我求求你不要打 我求你 不是我要打你 是你女儿 是你女儿逼我的 是你女儿 玉香 答不答应 我不会答应的 我数到三个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我就让这个来烧他们 畜生 畜生 很好 一 二 畜生 我要听你回答 我答应 玉香 听不见 大声一点 我答应你 玉香 早答应多好 你爹和你娘 就不会受苦了 现在我已经答应你了 那么你赶快放了我爹和我娘 好 好 把他们放了 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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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香 只要你嫁给我 我们上辈子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你爹和你娘就成了我的岳父岳母 玉香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再像今天这样对待他们 可是 在成亲之间 我有一个要求 说 按照我们王府的规矩 女儿 在出嫁之前 不要亲手给爹娘做一顿饭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没问题 我当然答应你 我会准备好所有的材料 按你们的规矩吧 娘 爹 你 你 云香 云香 要不要我帮忙 不用了 你的手艺可是我教的 我想一个人做这顿饭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有什么事尽管叫我 好 爹 娘 吃饭吧 娘 我来喂你 报应 报应啊 陛下 娘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 吃饭 娘 爹 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 女儿心里都明白 今天 就让女儿好好的服侍你们吃一顿饭 以后 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哎呀 哎呀 很丰盛啊 怎么这么紧张 放心吧 我不会打扰你们 给你们带来一瓶上好的佳酿 哎呀 方天愚 明天我们就要成亲了 今天 我想跟我爹娘好好地待一晚上 可以吗 您放心 不过为了你们的安全 今天晚上 还得睡柴房 那你们慢慢吃吧 云香 你怎么了 啊 可能是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太累了 没关系 你去忙吧 我歇一会儿就好了 好吧 那我走了 云香 你呢 再忍一个晚上 等明天我们俩成亲之后 再中心法 我走了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你呢 云香 不要嫁给这个秦首 不要 云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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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文大哥 玉香 玉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去哪儿 云霞 怎么了 是这把锁的 就在这儿 这儿 真聪明 懂得用面粉做不剧 差点让你给骗了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伯母 听说你以前当福晋的时候 很会折磨人 这个办法一定是你教给她的 不是 跟我娘没关系 是我想出来的 是吗 娘 你没事吧 娘 现在就都害怕了 我告诉你 现在让你们印象更加深刻 方天宇 给我住手 你这是个畜生 不要打 我爹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要打我爹 不要打 真的吗 告诉我 她知道 她是在装的 方天宇 你放过我爹 我求求你 放 那你还走不走 不走了 不走了 大声点 我不走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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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什么事 广州庞大帅来京城复任 总督大人要您去花满楼 为他接风 他自己怎么不去 他想老婆生孩子 竟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是 我告诉你 如果以后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就不会这么便宜你们 听到了吗